郑爽可以说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了,他自从出道以来就饱受征计,他设的第一部一起来看流星雨,就决定了他后面人生中的很多大事,比如戏路和感情生活,不过郑爽的热度也是真的非常高。 主演的每部剧都有很高的人气和收视率,正少如今有很多的带播剧,还有一部今年开机拍摄的电视剧,这部新剧可以说对国内来说都个突破,这部剧就是我的保姆手册,从预告来看,剧情和题材都挺吸引人的。 这部剧的题材是机器人少女Sory和大明星苏打号的恋爱,AI机器人谈恋爱的题材,其他国家的确有拍过,不过国内还没拍过,对于国内来说还是很新颖的,而且这部剧里郑爽,还参加了别剧的工作,对于郑爽来说这也是个突破了,虽然是和AI谈恋爱,不过剧情还是比较轻松幽默的,属于爱情喜剧的类型。 而我的保姆手册,最让人舒适的并不是这几点,而是这部剧的级数只有20级,非常的短小惊悍,其实对于一部新春剧来说20级是完全够的,或许内容可以更加紧凑,看起来也非常爽,无论韩剧,日剧,美剧,还是十几年前国内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级数,不错,今年来国内的电视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动辄就是哟, 70级,剧情大量注水是,拖拖拉拉半天都讲不完一个简单的故事,宫斗剧就更加可怕了,甚至有90级的电视剧,要知道,当年的戏游记都只有20多集,但是故事内容却是精彩的不行, 这样的级数让大家都很惊喜,毕竟大家已经看了太多拖拖拉拉的剧了,20级的剧情一定是比较紧凑的,都没有办法注水,希望正片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